纪念农历九月十九 观世音菩萨出家日 师父开示极景 编者案 观世音菩萨闻身旧苦 有求必应 道价慈航 在娑婆世界普度有缘 恩师慈父卢君弘 秉承观世音菩萨大慈悲精神 弘扬心灵法门 传承大乘佛法 在观世音菩萨出家日之际 特此即和师父有关开示 以享众生 让我们谨记恩师教诲 依教奉行 跟随佛陀脚步 学习观世音菩萨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精神 在恩师的引领下 苦力有缘 让心灵法门 心火相传 第一部分 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的名称意义 及殊胜由来 何为观世音 选自2020年3月12日 观世音菩萨诞辰辰日开示 观世音菩萨为何称为观世音呢 因为在世间 观世音菩萨是观众生的声音 寻生救苦 寻的声音呢 去救度别人 所以呢 称为观世音 所以在民间呢 普遍呢 被尊称为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全称呢 称为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莫何杀 所以大慈意思 就是能够给予一切众生 这个快乐 大悲 能够拔出一切众生的苦难 救度众生 所以观世音菩萨呢 是家喻户晓的 一位伟大的 一个大菩萨 所以不管碰到男女老幼 只要有苦 我们就向观世音菩萨述说 观世音菩萨也被尊称为 观自在菩萨 圆通大事 观音大事 选自2020年3月12日 观世音菩萨诞辰辰日开示 观世音菩萨呢 又称为观自在菩萨 当年的玄奘大师啊 说义的心经当中 你们大家都会念心经 心经的第一句就是 观自在菩萨 行生般若般若密多师 所以这就是说 心经就是一个 能够开启我们智慧 启发我们慈悲心的 一个经文 他能修持我们耳根元通 的法门 能够悟道成就 所以观世音菩萨 也被称为 元通大事和观音大事 所以呢 佛门当中呢 关于观世音菩萨呢 有三个纪念日 是2月19 还有6月19 还有9月19 分别是观世音菩萨的 圣诞日 还有成道日 还有出家日 所以在西方三圣当中 观世音菩萨他坐在的 他站在的位置呢 是叫上手 那个当中是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是在他的上手 所以大家知道上手就是 左手 右手呢 就是我们的 这个大师之菩萨 所以呢 一起称为了西方三圣 一起称为西方三圣 观世音菩萨呢 实际上他没有到人间来之前 他已经是正法名录来 他是已经是 我们说佛的称号了 他在6月19号 是修成正果 修成正果 进入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个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的意思呢 就是他已经得到了 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观世音菩萨 他成正果之后 得到的是 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完全 用现在的画家 叫完全开悟 完全明白 对世界上所有的一切 他全看清了 正等正觉 所以这个境界 所以就称他为 正法名录来 实际上很多人说 为什么叫录来啊 录来 实际上录来就是一个称号 也是录来佛 录来就是一个佛的名号 所以观世音菩萨 他又以菩萨的身份 再成愿而来 从天上再下来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讲 观世音菩萨叫道价慈航呢 什么叫道价 我们修 往上修 是属于正 对不对 往正价 慢慢地往上走 走到我们到了天上 已经成佛了 成菩萨了 对不对 那么从天上菩萨 再下来 到苦难的人间来 他就是道过来 叫道价 价就是对菩萨的尊称 所以叫道价慈航 来说佛事件 菩萨众生 所以观世音菩萨 实际上就在我们的心里 天天在我们身边 观世音菩萨 未来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 号普光功德山王如来 选自2019年11月27日 悉尼弟子课开示 在将来久远不可计数的结后 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在佛经上讲了故事 佛的故事阿弥陀佛也会涅槃 涅槃之后 正法注释的时间 和阿弥陀佛无量的寿命相等 阿弥陀佛注释和涅槃后 所度化的众生 一样的无量无边 那么阿弥陀佛涅槃之后 也许有的众生是见不到佛了 但如果有菩萨能够得念佛三昧 师父过去教过你们的 念佛三昧 你就可以常见 阿弥陀佛的不灭法身 就是说阿弥陀佛已经不是在西方极乐世界里面显现 而是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 或者众生的心里了 举个简单例子 你说你们在人间 有一个很伟大的人 你们很喜欢他 过去你们可以跟他在一起见到 等到他涅槃之后 你们只能在心里 只要想到他就会拥有他 道理都是一样的 所以阿弥陀佛灭度之后 极乐世界的一切宝物流水 这个七宝十八功德水 莲花啦 宝树啦 仍然恒常的演说法音 也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切 包括树 包括所有的水呀 过去的这种七宝十八功德水 照样他们有法音流出的 和阿弥陀佛亲身说法没有差别 实际上就是人间的录音机 随时随地可以听的 你想听哪个就听哪个在天上 所以阿弥陀佛正法灭后 过了中叶明相出现时 观世音菩萨将在七宝菩提树下 结家夫作 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 名号为普光功德三王如来 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以后 是归观世音菩萨继续弘扬佛法观礼 所以观世音菩萨以后的佛土 就自然的七种宝物 巧妙地组成 庄严的美景 无数节时间都说不尽 也就是说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美不胜收 你们上去之后 你们不知道多少亿节 你们都不能看到 它的全部的美景 你说你到一个地方来旅游 你到澳大利亚悉尼来旅游 不就看那个悉尼塔 悉尼歌剧院 达林哈巴 看完了就没了 胆子大一点 跑到桥顶上去看一下 没了 没什么东西了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无数节时间都说不尽 就是看不完啊 比金光狮子游戏如来的 佛国还要庄严一万倍 这都全是经文上讲到 那你没有声闻缘觉 这是没有效称的啦 所以为什么师父学 心灵法门叫你们 赶快要救度众生啊 你们还自私自利的 在心灵法门里面 只管自己不去救度别人 你们上不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啦 因为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里面 是没有声闻缘觉的啦 所以现在明白了吗 那你没有声闻缘觉到 都是发菩提心的大菩萨 充满着国土 也就是说以后的西方极乐世界 在上面全部都是大菩萨 要么就是佛 要么就大菩萨 佛国的名字就叫做 重宝普吉庄严世界 就是以后的西方极乐世界 就名字称为 重宝普吉庄严世界 都是翻译过来的 所以普光功德山王 如来在世的时候 由大势至菩萨 清净供养 直到涅槃 涅槃后 大势至菩萨 依然奉持正法 正法灭尽后 大势至菩萨 就在这个国土 圆满成佛 叫做善助功德 保王如来 之后的事情 全部都安排 都知道了 他以普光功德山王 如来的 国土光明 寿命和菩萨数量 乃至正法注释的时间 全都平等 一样毫无差别 观世音菩萨 本无男女之分 为救度众生 慈悲随缘 化现为女生 代表慈母的形象 选自2016年3月27日 观世音菩萨诞辰辰日开示 观世音菩萨的血 三十二生 实际上 我接下来想跟你们讲讲 很多人 有点男尊女卑 很多人觉得 学佛好像女人 好像有点卑 好像有点 不不如男人 学得好 或者怎么样 实际上观世音菩萨 他为什么 他在三十二生当中 他男女 他都显化 观世音菩萨 真的很慈悲 他就是因为知道 女人太苦 他知道 女人在这个世界上 受的苦难 比男人还要多 所以观世音菩萨 我就最慈悲 观世音菩萨 我就要救女人 我自己连身体 我也要转化成 化成一个女人的身 因为女人代表着慈爱 想一想 妈妈是不是慈爱 对不对 所以父亲是严父 中国古代 自古以来就讲 严父慈母 妈妈都是代表慈爱 父亲都是很严格的 所以观世音菩萨 他化成一个慈母的形象 所以人家颂子观音 为什么求观世音菩萨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你们要明白 事实上 大乘佛法 对男女性别看法是 有看法的 是一切诸法 无有定向 学佛人 不管你学得好 学得不好 一切诸法 所有学佛的方法里面 不分男女 也就是说 女人跟男人 菩萨在帮我们说 要平等 所以 非男非女 就是说 没有男性 女性之别 大家都是学佛 大家都是为了将来 能够修成佛 一切女人 亦父如是 所以 女人也是这样 不要说男人能修成 女人也能修成 这是观世音菩萨 想一想 他多么慈悲 师父跟你们一解释 你们就明白 更多道理 所以 最观世音菩萨 虽限女生 限女生 观世音菩萨 限女生 还像你们 在座的人 都限女生 那么佛法这样 而非女也 实际上 你们并不是女人 也就是说 因为学佛之后 人已经 非男非女了 就是我想变男的 就男的 我想变女的 就女的 在人间 在天上 你只要说 我今天 我想变男生 就男生 我一想 我变女生 就女生 身体就马上就变 对不对 那么在人间也是的 很多女人说 哎呀 我今天要做男人 我今天要做男人的事情了 实际上 工作一串 他跟男人一样 在干活 对不对 如果今天 我要变女生 慈悲 做个慈爱的人 在家里做饭 在家里 抱孩子 他就变成个女生 菩萨 菩萨就是告诉我们这些 非女 非男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中国传统 所以经常说 母亲 慈悲 对不对 本身 因为 观世音菩萨 本身 他化作女生 就是让我们感受到 这个世界上 慈悲的象征 我们看见观世音菩萨 大家化都没有 不管是 西人 还是我们的华人 只要你看 师父这里 过去一些西人来拜访 他一看见观世音菩萨 两个手就合照 我都没跟他讲过 他一看见 他自己合照 所以你们要懂得 谢谢大家 谢谢你